《心靈旅遊 古巴之旅》 來到第三集 我們的嘉賓是精神科專科醫生 麥永哲醫生 美醫生你好 很心急想知道答案 上一集我們提及過古巴有三寶 你們介紹了著名的雪卡 另外的兩寶是什麼呢? 另外一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古巴的酒也是有名的 特別是Rum酒 或是Lum酒 你都是喜歡喝酒的人 其實我是一般 古巴人有一種特飲 叫Mojito 原來這個特飲都很有名 如果去到其他地方 有時都會喝得到的 就這樣說 可能我們想像不到的樣子 我知道麥醫生 你有拍過Mojito的相片 是的 我們可以看看 究竟那個飲品 大概是怎樣的 麥醫生 我看到相片裏面 有兩杯飲品 你說的Mojito應該是哪一杯呢? 當然 大家都猜得到 應該有哪一杯 比較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當中 剛才所說的 除了Rum酒之外 其實也要加入其他 譬如蟹汁 蟹汁 蟹也是古巴出名的 蟹也是古巴出名的 另外就要加一些梳打水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薄荷葉 大家可以開始想像一下 它甜甜的 加輕微的酒味 加一些清新的感覺 挺好的 加上當地的天氣又熱 那喝起來就很清涼了 是的 但如果你喝的時候 如果你再回味背後 其實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故事 跟古法有關 就是海明威 一個很偉大的作家 一個劉富爾得獎者 他最出名的小說就是 《老人與海》 是的 全代 他是很喜歡喝這個飲品 所以也在某些酒吧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慕名來這裡 喝這個飲品 你喝下去的時候 是不是想回小說 還是想著什麼呢 雖然我當時喝下去 就覺得很清新 很正 這杯飲品其實是沒有那麼好的 但如果你去到正宗的地方 就真的完全感受到那種 那種酒味和甜味 就是一種清新的 適中的一種感覺 有時候我們都會發覺 有些東西的特產 真的要是當地 不知道是材料的關係 還是心情的關係 還是環境的關係 當地才能喝回那種的味道 所以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我今天才想起 就是會不會喝到那杯飲品 可能令到我 可能 那些文學氣色更好 令到我 即是結集了這本書出來 都不出門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厲害 好厲害喔 這杯飲品 功效很強烈 我們介紹過古巴的兩寶 好 雪卡 你介紹的 和 Mojito 這個飲品 那第三寶又是什麼 第三寶又可以看一下這個 大家看得到 其實去到古巴 你可以嘗試去到一些咖啡室 原來去到咖啡室 也挺有趣的 原來的經歷 原來去咖啡室的處理方法 也有很多不同的處理 包括咖啡加 剛才說的 喝酒 我相信 完全沒想過 這樣去處理 他又有咖啡加可能 有咖啡加蜜糖 很多不同的玩法 所以都覺得挺有趣 古巴人 原來咖啡都可以想到 這麼多不同的玩法 即是他加了很多不同的 另外的飲品 趁陀咖啡一起喝 所以麥醫生你就看到 那個飲品的牌裡面 就是介紹很物質質 有很多不同的飲品的價錢 是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有想過 古巴山寶 也值得帶回來香港 其實第一、二寶 其實我自己也帶了回來香港 第一個寶是雪茄的 麥克送了一支給我 我就帶了回來香港 第二個酒 我也買了一支 小小小的作品 最後就想咖啡 最後我真的都沒有帶回來 很可惜 咖啡呢 其實香港人都常喝的 反而你說 你剛才說過的飲品 要加很多東西調配 反而比較難 為何你咖啡這麼容易 都不帶回來呢 因為其實我片尋那裏 我就想買一些簡簡單單 即用咖啡 即時充完就完成了 但原來那邊 大家看到的照片 它只有一些蒸餾的咖啡 或者直接是一個熱門的咖啡豆 即是任何咖啡豆 對 或者要蒸餾 所以我也想過 我猜過我應該都未必 回到香港 有這樣的時間 或者行程日誌去做 所以最後我就沒有帶回來 噢 但是這個不是正正是 香港人和當地人的一個差異嗎 是啊 所以我想都可以反映到 其實古巴人 其實他們真的 可以從身邊一些很細微 也不是值很多錢的東西 他們可能可以很細心去享受 慢慢給一些時間下去 我相信效果會更加好 所以他們不是很像我們那樣 最容易買到的就是 即溶咖啡 三合一的 一次過 趕快開到一杯 他們會喜歡享受 飲咖啡的樂趣 雖然我現在開始有點後悔 我應該要 好像他們 對 要不然你帶不到他的樂趣回來 沒錯 所以我開始後悔 我要向他們學習 可以下次再去 不過我想問你 麥醫生 你上一集就說 古巴人開心的原因 那你就介紹了三部 但是那三樣東西 怎樣可以直接令到人開心呢 其實那三樣東西 本身就不是直接開心的 尤其是我想 真的要強調 我也是一個醫生來的 千萬我們不會苦力 只會喝酒 或者是吃煙 或者是雪茄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他們就是一些 他們會運用國家 可能一些資源 可能一些 未必他們很貴的 但他們真的可以去享受 可能靜靜地 給他們時間 慢慢去享受這些 其實我覺得 對於我們很房屋的香港人 其實都是一個啟發的 很加興趣 其中一個印象 是美國人的生活 是比較休閒的 都是的 都是其中一個因素 對呀 如果你太忙 你的腦子 都塞滿了你 那些很忙的工作 那你可能身邊 很多很細微的東西 值得享受的 你可能真的會受到一時了 嗯 那我們從古巴這三部 就得到這些啟發了 嗯 我知道你去到古巴之外 除了看查到這個古巴三部之外 你還看查到一些 古巴的特色的東西 是啊 因為剛才所說的那三元 其實都不多不少了 都是要用少少錢 都是一些物質 其實 但是我發覺原來古巴人的開心 原來都不單止這麼簡單 原來有些無形的東西 有些無形的物質 可能他們都開心 哦 即是原來令到人快樂 不單止是這三元物質 是的 還有一些東西 是的 那我叫他做精神散步 精神散步 哇 醫生你真的很聰明 每一次都是提一些 然後接著要我們猜一下 是的 那我們下一集 再請麥醫生介紹一下 古巴的精神散步是什麼 古巴的精神散步是什麼 謝謝 謝謝